因为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所以我认为我已经进到我该做的努力 我花了一辈子都在跟台独政权 台独政党在对抗 政治上文化上 这个历史论述上 都在对抗也有三四十年了 那我终身不改旗帜 也不毁旗帜 那这个台湾岛史记 已经被国际上这个肯定 我很感到很开心 我就跟我家人讲说 我以后这个过世的时候 就用一个台湾岛史记 随我路障就可以 其他什么都不用 很简单的 外幕板就解决了 那这个接下来就要让年轻人 去这个发展 比如举个例子 我在去年 在红秀柱的一个 举办一个论坛上面 我只讲了一个小时的 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就在台湾的油管上放 大陆上好像没有人放 我忘了 不晓得 你知道吗 我很意外 一个小时的演讲 有六十万人听 六十万人 就表示还是有很多人 想要知道这个问题 那如果台湾人是中国人的时候 台湾史当然是中国史 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所以我很努力去做诠释 那我是写到2017年 那我也有略为还不错的贡献 这个是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在他们内部开会的讲的 因为我谈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案 不是当时美国的什么 AIT的理事主席 美国的国务院官员 美国的参议员都讲 2758号决议案 没有提到台湾 跟台湾没有关系 所以台湾还可以加入联合国的什么 相关的组织啊团体啊 嗯 字面上是没有错 但是我直接聊 我在我的 我的这个台湾岛史记的下册 写得很清楚 2758号决议案是本案 可是本案投票之前有两个修正案 一个是沙特 所提的一中一台案被否决 一个是美国所提的两个中国案被否决 所以我通过了2758号 就是一个中国案 所以台湾问题的已经在联合国解决了 不是没有解决 你光靠2758号决议案 当然看不出来 你要看2758全面里面的A30跟A32 那个是编号 就已经否定一中一台 否定一个中国 那确定 而且卡特在建交的时候 用口头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我就把这个历史事实 这是历史事实 没有不是我编造的 我通常写在台湾岛史记里面 后来我不是在辩驳那个AIT的主席 我就用我台湾岛史记记载的详细内容 简单的回应回去 那国台办拿到这个资料 当时的 刘洁一主任就很感慨 他说大陆学者在讨论2758号决议案 没有像蔡正元这么有利 直接都驳斥 然后联合国的资料 直接驳斥 这个美国人的说法 就到了今年吧 联合国发言人出来讲 讲话跟我一模一样 对不对 一模一样 可是 如果你不知道说2758号决议案 前面还有两个案 你就会被民进党骗了 就相信他的说法 一样的民进党很喜欢讲说 这个旧金山合约 这个 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 我就直接了当的 把资料搬上来 资料搬上来是什么 因为旧金山合约 俄罗斯跟中国没有签字 所以中国对中国 俄罗斯没有拘束力 所以没有拘束力 就没有修改力 没有修改力 就是怎么直接回到什么 台罗宣言跟波斯坦公告 跟日本天皇的投降造书 然后我就直接了当 引用国际法 威尔纳公约 这个就是条约 确定台湾 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是有个东西不确定 就是台湾当局的法律地位未定论 今天的台湾当局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 你不能加台湾省 你不能加台湾特区 你也美国的台湾关系 把自己也搞不清楚 叫做台湾统治当局 但是最经典的是2016年国际法庭 直接裁决 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台湾当局 叫做台湾authority of China 这是国际法的规定 很多人不晓得国际法在很多地方是高于宪法的 你不能像我怎么讲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我这个一贪快来 那国台办就觉得如获自保 通告底下来要照我的版本去讲 那我就开玩笑说 这个照我的版本 又不准我出简体字版 只准我出反体字版 这个我不是在意这个东西 不过香港中华书籍有找我好几次 说可不可以把它 因为这是学术书籍 所以删册有120万字 后来删到100万字 然后将近1000页 那一般人是消化不下去 很多人买了书以后就摆在客厅 表示我们家有学问 这样子而已 所以有一直叫我说 可以把它写出一个通俗版 那实在我年纪大了 也没有太多体力了 而且通告那么多 所以看看君凯兄 年轻一辈 可不可以 祝一辈之力 因为 香港中华书籍是渴望 我们出现这个 台湾岛史记 台湾史更普及版 读起来更轻松的 可以通行的 在10万字以内 我说我没太给力气 我说我没太给力气